今天很高興再次見到范赫福主席以及達爾曼主席 也非常歡迎各位首次來訪的議員朋友 來代表臺灣人民 感謝各位以行動表達對臺灣的支持 特別是這幾年來 我們感受到越來越多來自比利時的支持 不論是比利時聯邦眾議院 參議院 或者是佛拉盟區議會以及瓦龍區議會 在過去三年都分別通過決議 來支持臺灣的國際參與以及深化臺體關係 同時我們也看到 比利時政府連續三年公開支持臺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不久前 比利時拉幣外長也重申支持維持臺海現狀 在這裡 我也要特別感謝各位議員 透過各種方式支持臺灣的國際參與以及關切臺海和平 堅持自由 民主等普世價值 是臺灣和比利時共同理念 我相信有各位議員的大力支持 臺灣和比利時的雙邊關係將能穩健提升 近年來 臺灣和比利時在離岸風電建設以及半導體產業 都有豐碩的合作成果 我們雙邊也持續加深夥伴關係 像是臺灣和比利時 佛拉盟區政府 除了在去年簽署了合作備忘錄之外 今年4月也舉行合作諮商會議 讓雙邊的交流也持續邁向制度化合作 我們期盼未來臺灣和比利時聯邦政府 也能在網路安全等互補優勢的領域 建立制度化的合作 共創雙贏化 最後 再次歡迎各位貴賓來訪 共同提升臺比關係 也祝福此行 收穫滿滿 謝謝 看